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下这个画面的互动感应 然后我们先按这个主页按下主页 然后选择第一个透过端按OK 然后按那个数字1进入相机设置 按下这个数字1然后按OK进入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要调整的互动区域 然后这里会有左上角一个红点 一共有四个 这边一个那里一个那里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去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左上角 摸的那个红色区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点 我们选择1数字1按一下 然后按这个上下左右 移动那个红色线线对应的那个1 然后往下走往这边走 走到这一个摄像头捕捉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手指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点就放置完毕了 然后再按那个4左下角的4 对住那个点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那个人影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里按数字4 把它挪到他那只脚踩的那个位置 然后就OK了 然后到右边 右边这里中上方这边有一个红点 也是一样摸住他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左上右上角对应的是2 数字2 那我们就按数字2 然后我们继续按上下左右 然后最后一个点数字3 踩住然后我们这边挪过去 按数字3 然后往下走 那我们这个就保存完毕了 保存完毕之后 然后我们看这个灵敏度 这黑色框框这边闪来闪去的就是我们要调整这个灵敏度 现在没有人在那边但它会有感应 那我们需要把灵敏度降低 按数字5 然后按左右这样进行增加或减少 现在我们需要把它降低到 它不会是自动闪的为止 那我们再降低 然后它不会自动爆 那个点位出来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数字6 调整一下区域 然后我们按0 按那个0 数字0 然后再按OK进行保存 好 然后我们进行